各位線上的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不好意思,剛剛這個硬體架設 因為我有被收到WebEx的改版 不知道是不是改版讓我WebEx不太好錄影 不好意思讓大家久等 歡迎大家今天來我們的第一堂課 我們要開始正式進入我們在講向控陣列雷達的第一堂課 第一堂課會比較多偏向於雷達應用的一些介紹 如果大家有聽過之前一些演講 可能也會有看到這些相似的內容 我今天有做了一些增加 如果你是對雷達科技有興趣的人 歡迎你可以來參加這堂課 因為這堂課會比較偏向於比較沒有數學 比較多我們來講講看雷達的應用 以及就是也是一樣可能有些影片我們可以看一下 來瞭解一下這個所謂的相控陣列雷達應用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你不是訊號處理背景 不是相關電信所數學系的背景的話 數學相關的這些應該是使用到數學比較多的這些背景的話 其實這堂課都是可以去聽的 所以這堂課我們會從整個雷達的應用 就是不只相控陣列雷達 包括傳統的整個雷達應用 以及它的系統的一些大架構來做規劃 系統架構的規劃來做介紹 這樣子 那這堂課會大概可能會分今天 今天這一堂跟明天 下禮拜的禮拜六的第二堂會大概拆兩個階段 那今天這堂課是沒有所謂的學生課堂報告 因為就是我們想說我們至少先介紹一下這個雷達的應用 讓大家有個sense 那但是下個禮拜就是9月 應該是9月 我沒記錯應該是9月24嗎 今天是9月17日 9月24 那9月24可能會需要有同學就是針對第一個題目跟第二個題目做報告 那因為就是從到今天為止 我們這個修課的名單有一些調整 可能有些人會改成旁聽 那也有幾位同學就加進來 所以等一下可能我們等一下第一堂下課的時候 可能大家會再請助教過來 我們再清點一次 就是說大家要認領的課堂報告是哪些 那課堂報告的這些要求就是在上一次的 上一次的那個第0堂課的這個課程介紹裡面已經有講了 那就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趁這一堂課想一下 就是快點先認領到你認為OK的課堂報告 那如果因為今天大概學生 正式修課的學生的人數會確定下來 那這樣子接下來如果說有一些課堂報告沒有人認領的話 我們可以看看要怎麼調整 或者是說可能請一些外部的業界的專家來做 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讓大家可以去發問問問題這樣子 好所以今天是沒有課堂報告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比較輕鬆的課程 就是來看一下這個雷達相關的應用這樣子 好那這份投影片裡面就是我這邊的所謂的 Lecture 1 我們會做一些整個從雷達應用一開始概率的介紹 那當然第一個部分就是會比較偏向就是說 其實你雷達不外乎它就是一種Wireless Sensing 誒誒誒誒誒誒誒沒有投影片報告 抱歉這邊沒有投影片報告 抱歉這邊沒有投影片報告 等一下 等一下不好意思線上沒有 現場的那個通影片報告沒有 再來一次 下 Anda 多了 一個人的所有動作 各人的交通 從 轉 轉 轉 呵呵,再查一次 居然都沒有反應 偷影機沒有看 所以他要換一台新的 下開啊 現在是一個嘴巴 先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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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HDMI 這次是HDMI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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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不好意思,現場投影機沒有開,現在才開好 我們就是講一下今天的Lecture 1的主要內容 一開始就是比較初步的介紹 我們今天會花比較多時間在第一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會從整個雷達 基本上是一種無線的感測器 那當然無線感測器有很多種 包括大家知道的聲納 或者是一些有的沒的 它其實就是都是無線的感測 那今天我們會從一開始的動機 以及去介紹說什麼是雷達 什麼是Face Array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堂課一直有強調說 我們不是只有只講雷達 我們強調我們是Face Array雷達 那雷達跟Face Array 它們之間各自是什麼樣的東西 以及為什麼我們要說它們要組合起來 成為我們這堂課主要想要講的內容呢 那這就是第二個部分會講的 那當然我們如果懂了雷達 我們懂了Face Array 我們就希望說我們去看看說 我們今天所強調的這個Face Array雷達 它在現代的應用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當然我們知道有這些應用之後 我們就也會去在乎說 那它有什麼樣的使用的場景 以及就是說現在在這世界上 比較會看到的這些Prada 大概有哪一些Prada 可以成為我們做這個Face Array雷達的 一個介紹的範例這樣子 那這是今天主要會講的部分 那接下來這一整份投影片 就是這整個Lecture 1裡面 第二個部分第三個部分 就會開始進到一些比較 數學跟物理現象的介紹 那第二個部分會著重在於就是說 今天我們要講這個雷達系統 整個Face Array雷達系統 那其實因為我們這堂課 主要還是會從訊號處理的角度去出發 那訊號處理的角度出發 大家就會知道說 訊號處理就會跟電信所裡面 所學到一些可能很多的數學 線性代數或者是機率 或者是一些矩陣向量符號 會蠻在乎這些事情的 那我們就需要對這些數學符號 做一個介紹 就是讓我們方便我們在後續的課程裡面 有比較好溝通的數學語言 那當然就是說在雷達裡面 我們很在乎的一個東西 就是它的坐標系 因為雷達這樣子的系統 它其實很在乎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去偵測到 有目標物飛進我雷達的覆蓋範圍 所以其實對於雷達系統來講 就是這個坐標系的界定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在整個課裡面 我們坐標系的界定只會用 基本上大家會知道的這個卡式坐標 還有XYZ以及球體坐標 球體坐標就是可以用什麼Rθ5來表示的 這樣子的坐標系 那當然你如果在實際的這個雷達系統裡面 它其實是有很多坐標系去在乎 就像甚至就是說只有二維平面的極坐標系 這也是可能 比如說有些使用雷達的使用者 他會在乎的是極坐標系 那有些人他甚至是使用者 你比如說你是使用者 你可能會在乎的是說 那如果我對應到我Google Map上面的位置 他的覆蓋範圍是什麼 然後我怎麼去看待在Google Map上面 如果說我是否可以在Google Map上面 看到好像真的有物體飛進來 我偵測到了 那這可能是使用者 那又有些人他會在乎就是說 可能他是希望看是經緯度的 或者是就是這些GPS相關的這樣子的坐標系 等效坐標系的這些轉換 那當然在我們現在的這堂課裡面 我們大概就是會從XYZ跟RZ5 這個卡式坐標跟球體坐標 這樣子去做主要的數學的表示 那所以在第二個部分會講一些就是說 希望讓我們在後續 我們講一些雷達的訊號處理的時候 對於這些數學我們有一個共通的語言 和一個共同符號的界定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會講一些 這整個雷達系統的一些基礎 一些基礎 那這第三個部分會講一些基礎呢 就是會從整個雷達系統 如果你今天你要開發一個雷達系統 你今天如果說你有一間公司 你要做一個雷達系統 你大概需要去在乎哪些環節 以及就是說你這套雷達系統 你預計有什麼樣的功能 這些功能是你會在乎的 你會在乎的你就要去做出來的 然後以及就是說你在雷達系統裡面 其實它是一個我們一開始有講 它是一個Wireless sensing 那你今天你要做Wireless sensing 其實你會用到的東西就是電磁波 因為你不是透過camera去 透過光學的概念去成像 你是透過電磁波去做感測 然後你透過電磁波的傳跟接收 你藉由接收回來的電磁波 也就是你所謂的接收訊號 你要使用這些你所謂的接收訊號 去做一些相關的判別 所以呢對於電磁波的基本原理 我們也需要有一些稍微的認識 那當然在這整個Lecture 1的最後 就是說有了這些基本認識之後 我們會講一些比較high level的 這種概略的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可以來設計一套雷達系統 你大概有什麼樣的general design的考量 有一些什麼大概有一些哪些層面的考量 我們可以先來就是先high level的來提出來 來講講看這樣子 好那這就是我們這整個Lecture 1所要講的 那我們今天主要會在第一個部分 然後以及可能會cover到第二個部分一些些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開始來講這整個雷達的系統 那當然就是說雷達系統我們從一開始 我們就是先往歷史往回推 來想想看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當初這整個人類的世界 或是科技的進展 為什麼會需要這個所謂的雷達 那大家可以看到像在這一頁投影片裡面 有兩張這個所謂的黑白照片 那為什麼會放黑白照片 因為它其實年代比較古老 那一張左邊的是1944年的諾曼地登陸 那右邊的是1945年的這個日本的硫磺島戰役 那為什麼要放出這兩張照片呢 就是可以看到我的標題就是說 有一個東西叫做戰爭迷霧 有一個叫做戰爭迷霧 在以前沒有這些無限感測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 就像我們現在在 比如說在玩線上遊戲 或者是 像以前我在玩星海爭霸 如果你沒有 你的那個角色沒有走到那塊土地上面 基本上那塊土地 你會看到是一堆迷霧遮蓋著 但是你如果走過去你就會開視野 所以以前 像以前我國中那時候玩星海爭霸 很多人就作弊 他就會說 他如果作弊 他就是會去開土 他開土就會知道說 他敵方家庭 敵方的家 他現在在蓋什麼建築物 或者是他什麼都要出兵 那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戰爭迷霧 在真實的時候呢 我們在沒有這些無限感測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於敵方 或者是我們即將要去前往的位置 我們是一無所知 那所以呢 在這個二戰的時候呢 就是在左邊 你可以看到像這個諾曼迪登陸 就是在法國的諾曼迪 當時諾曼迪登陸這件事情 為什麼有名 因為呢 就是他 就是那個時候 這個歷史我不確定我講的有沒有準確 不過就是大概 如果你需要知道更強確的歷史 可以去wiki裡面看 那我大概描述一下就是說 那時候德國應該是佔領法國 然後那個時候盟軍 就是法國跟美國等這些聯合的軍隊 他們要去 算是把這個 攻擊德軍 或者是把地圖搶回來 那那個時候呢 他們就做了一個所謂的軍事欺騙 這個是所謂歷史上一個很有名的 最大的軍事欺騙這樣子 那怎麼做軍事欺騙呢 因為那時候就是說他們就是 盟軍他們就是做了一些假動作 就是或者是放出一些假消息 讓在法國的德軍呢 他們以為他們要從其他的地方登陸 或者是在其他的日期才要登陸 那最後呢就是 做了這個軍事欺騙之後呢 最後盟軍就是在這個1944年6月6號 這個諾曼迪登陸 讓在那個法國的這個德軍措手不及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軍事欺騙呢 因為呢 當時他並沒有所謂的雷達 沒辦法去感測說 欸我的岸邊有沒有 有沒有我的敵方 他要有戰鬥機或者是登陸艇 來靠近我 所以以前就是靠一些 就是這種所謂的假動作 假消息假情報 去做一些軍事欺騙 但是你試著去想 如果說當時在諾曼迪的這個 所謂的德軍 他們如果有雷達的話 他們其實根本就 不會有所謂的這什麼軍事欺騙 因為他們雷達就可以一直偵測 到底有沒有登陸艇 有沒有戰鬥機 在靠近我的岸邊 所以當時會有這樣的軍事欺騙 是因為 其實就是說我們沒有這個所謂的 Wireless sensing的技術 那右邊這張圖 是1945年的這個日本 流氓島戰役 那這個戰役之所以有名 是因為 那時候美軍錯估了 就是在流氓島上面的這些日軍的 分布的這個概況 所以呢 以至於就是他們覺得說 這應該是很快就可以拿下來的 沒想到就是說 他不知道流氓島的那個山上 以及另外一邊 以及甚至地下 有這些 有駐紮那麼多日軍 然後所以到時候 那次的戰役就是造成 美軍蠻大的傷亡 雖然說最後美軍還是得到的 大的勝利 那來看看這個戰役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知道 他們在山的另外一邊 到底他們的敵軍分布狀況是什麼樣 那試想你如果 你有Wireless sensing的相關技術 你過去可以先去感測說 在那個島上 或在那個山丘上面 到底有沒有一些駐紮的軍隊 或者是一些 一些就是讓你覺得有威脅性的 這些所謂的物件 那所以就在以前 1944、1945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並沒有所謂的這些 無限感測的技術 那所以從這邊開始 就是開始大家在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有無限感測技術 來提前預警 讓我知道說 我會不會有敵方靠近我 然後又或者說 我今天要去進攻其他地方的時候 是不是那邊 由我所認為有威脅性的物體 或者是有任何有威脅性的事情在那邊呢 那所以當然就是從無限感測技術的這個整個動機 就是說我們希望可以去揭開這個所謂的這個戰爭迷霧 就在二戰的時候開始 那所以就開始有了這些所謂無限感測的這些的發展 好 那 那 講到這個無限感測 那接下來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雷達是什麼 就是我們就來看看第一個雷達是什麼 那第一個雷達其實就是 就是裝載在這個英國的這個整個岸邊的這個 所謂的Train Home雷達 那這個圈 它的名字就叫Train Home 就是那個鎖鏈鎖鏈家的這種雷達的 那種在海岸的防衛網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說 在當時的 當時這個時候的這個所謂的Train Home雷達呢 它其實有點像是電塔一樣 它就是在佈局在整個 整個英國的這個整個海岸邊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像一個電塔 它電塔裡面會把一些 一些所謂的這些 它其實這電塔跟電塔之間 裡面還有拉一些天線 一些接收位員 然後它就整個海岸線這樣子拉起來 然後整個海岸線這樣子拉起來 用於去防範德國 來入侵的這些戰鬥機 那當時就是這個Train Home雷達其實有得到 不錯的功效 就是它整個岸邊 它讓整個英國的岸邊可以去防衛 這個德國前來的這些戰鬥機跟轟炸機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Train Home雷達也大大改變了 當時的這個戰爭的戰爭的結果 因為他們就使得他們的岸邊 整個英國的岸邊不會再受到這些 轟炸機的這些的干擾 因為他們有辦法去提前的預警 那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第一個雷達的應用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當時的雷達它整個這樣子佈建起來 很像這個高壓電塔一樣 然後整個岸邊佈起來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也非常耗資源的這樣子的佈局 那這是當時的第一個預警雷達 好 那我們就 我的線上居然 螢幕速度比我的這個電腦還快 好 換過來了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些所謂的這些 無線感測 無線感測 那大家可以看看說 我們如果有無線感測 我們就可以把戰爭迷霧把它掀開 我們就可以去提前去預警 就是我們所未知的事情 我們可以事先的去做防範 那當然就是說 在這種所謂的sensor的這種佈局上面 從一開始的軍事上面 它軍事上面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那其實當然就是說 這些sensor它其實有非常多種 其實不是只有雷達 包括像是聲納 或者是一些可能 一些甚至其他的一些感測的技術 那些都是有的 那我們這邊就先主要從雷達 以及就是它的這些相關的這些 近年來再提倡的這些所謂的 軍事用的這些物聯網 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可以先看它左半部的這個圖 左半部的這個表格裡面它所講的 雷達它有什麼樣的功能 那這邊我們可以 我們可能會一個一個來講一下 因為我們這樣主要就是從雷達出發 那雷達它有什麼功能 第一個它可以search 什麼是search呢 就是說它要去偵測說 在我雷達的布蓋範圍裡面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目標物出現 那這個是search 第二個大家可以看到說就是checking checking是什麼 就是追蹤 那為什麼要追蹤呢 因為當你看到一個目標物出現的時候 你希望去追蹤 它如果它會移動 你希望去追蹤它的移動軌跡 然後以及甚至你從它移動的方向 你可以去判別對你有沒有威脅性 譬如說它是往外飛的你可能不在乎 往內飛的你可能會覺得緊張 那當然第三個就是search 就是監控 你就是說希望 因為你人沒辦法永遠都站在岸邊去看 對方有沒有轟炸機跑過來 而且你人的肉眼的可視範圍是很有限的 那你是不是能夠透過雷達對你的這個整個 你所在乎的場域去做一些監控呢 好那第四個是fire control fire control是什麼呢 就是火控 一般大家可以看到 聽到一些什麼所謂的火控雷達 那當然就是說你的雷達 我們好像說我們雷達可以佈局在岸邊去看 是不是有敵擊或者是有威脅物靠近我 那其實我的雷達也可以佈局在我的武器上面 成為我的武器 比如說我飛彈飛到一個夠遠的地方的時候 它是不是也可以成為一個雷達 再去偵測這個飛彈前面的目標物呢 所以這其實也是有一個可以幫助你去做一些 開火控制的一些的決策 那當然像第五個這個就是類似巡邏的意思 就是說可以到處去巡邏 看有沒有其他的目標物靠近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叫做target discrimination 就是目標物的判斷 我們今天我們有雷達我們偵測到有沒有 然後以及它會不會動 以及它往哪裡動 那我們是不是還可以用雷達去判別 判別這個目標物是什麼呢 那這邊其實是一個比較進階的題目 這個如果有機會我們下一集可以再多講一些 因為你現在可以先想想看就是說 雷達你是使用電磁波的原理 那你電磁波原理你收到的就是收到一堆訊號 那你還要用這些訊號 而且你不是用光學的原理喔 你不是用camera去判別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不是用影像處理的方式 你是使用電磁波的訊號處理的方式 那你是不是有機會使用這些電磁波去判別說這個target是什麼 比如說你想要判別它是戰鬥機還是飛彈 又或者你想要去判別說它是一般的民用的轎車還是坦克車 又或者你想要判斷它是無人機或是小鳥 這個東西其實在實作上會是蠻需要你去做判斷 因為基本上如果它是對你一個沒有威脅性的target 其實你不需要再投入你的雷達資源去追蹤這個target 怕往哪裡動其實你是不管你是don't care 你在乎的是對你可能有威脅或你所感興趣的目標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還有一個叫做moving target detection 那當然這邊可能大家剛剛有如果有聽到我們剛剛在講tracking 你應該都有一些概念就是說它如果這個target它在動 它在動你是不是仍然都可以一直知道它在動 那當然就是你知道它在動你某方面來講你其實也是完成它的追蹤了 好那你如果可以你去你的雷達有辦法監控一個場域 比如說你今天可以監控你的空域的話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你的空域上面的這些air traffic defense 這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 因為當你可以監控的時候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我要訂定出怎樣的policy 讓這些比如說我如果天上有一堆無人機的載具在運過的話 我要怎麼樣去給它們做一些排程 這也是一個可以思考的問題 那當然你的雷達還可以做到像是這個飛彈的尋找 然後以及就是說提早的預警 就是當然雷達就是要提早預警 然後以及甚至在我們上一堂課有講到 你的雷達其實還可以做ground mapping 就像我們上一堂課有提到就是說雷達你如果放在空中戰鬥機上 或者是放在衛星上 其實你是可以透過電磁波去對地表 去向地表打訊號然後反彈回來的訊號 可以讓你去做一些成像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ground mapping 所以我們先從軍事的意義上面來看說 這雷達其實可以有這幾個功能 那就是希望大家有get到說 其實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學雷達 因為雷達其實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當然一開始是從軍事出發的 那或許在未來我們的這個民生用途上 就是你也是可以去使用雷達去做一些感測 因為我知道說包括像現在大家可能在研究所裡面有讀到 像是做6G的相關的研究題目 像我之前在研究所中我是從4G、5G開始study 那我知道說像現在在學校計畫裡面 應該都有講到6G 那6G除了你結合AI以外 大概有另外一方面的題目就是 communication 結合這個所謂的 wireless sensing 那大概就是通訊跟雷達的組合 又或者說可能有些人的研究題目是在研究說 如果你今天你的基地台有搭配一個雷達 是不是能夠幫助你去更精準的去做所謂的UE的定位 比如說你這些手機在基地台覆蓋範圍裡面 它的定位或它的移動 你是不是可以用6G的基地台配搭一個雷達 去做一些相關的輔助 讓你的通訊品質更好 這其實應該都是我知道在近年裡面 近年裡面都有蠻多這種的研究題目這樣子 好 那右邊這邊是在講所謂的軍事物聯網的部分 那這邊不是我們課程主要的內容 但是我們可以稍微講一下 因為這個軍事物聯網 它其實也是在近代才開始 開始比較有機會去做出來的 那所謂的軍事物聯網 其實就跟我們現在知道所謂的IoT 其實概念是有點像 就是說你今天有很多小東西 它基本上這些小東西就是sensor 那這些sensor可以透過廣泛低成本的部件 使得你可以去做一些 你可以從中去得到一些資訊 或者是你可以去學到一些什麼樣的行為 幫助你去做一個進一步的決策跟判斷 對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這邊就快速掃過去就好了 我們就看到說這個軍事物聯網 當然它第一個 它希望就是說它的每個士兵之間 它是不是可以去把每個士兵之間的資訊把它連接起來 以及每個士兵之間是不是可以去做通訊 以及就是說你今天在一個戰鬥場域裡面 你是不是可以去學習到這個戰鬥場域裡面的資訊 比如說你知道說這邊是可能建築物比較多 然後你透過你的統計資料 你會知道說這邊埋伏的地方會比較多 然後以及對這整個你所戰爭的這個場域 有一個感知上 對一個感知認知上的一個這樣子的幫助 那當然就是說可以去掀開這種所謂的馬賽克戰爭 那以及就是說在海上尤其在海上 如果你海上你可以布局這些軍事用的IoT的話 因為海上為什麼要特別去講 因為海上它其實是一個就是對於無線感測 是一個蠻困難蠻挑戰的一個場域 因為海的變化是你光是一整天 它的潮汐變化就不一樣 然後如果海上又有東西 海上又有船啊 海上又有船啊 或者是一些你風量大 你潮汐也會變大 所以海其實是一個蠻有挑戰性的場域 那如果我今天可以在海上布一些物聯網的話 那是不是包括比如說別人的艦艇過來 或者是我要搭配這些聲納的運用 都是一個有機會的使用 那這個是軍事物聯網 這也是在近年來就是在整個 這整個其實在軍事上面有一些比較多的討論 以及在國外歐美都有提供一些研究的計畫和經費 去幫助去使用這個 那個軍事用的物聯網的使用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先從這個sensor 這一頁從影片告訴我們 我們就是從這個sensor的角度 我們就講了一下雷達 然後還有軍事物聯網 那當然還有很重要的像是SENNA也是 SENNA其實是像那個水下的這個SENNA 它其實是一個wireless sensing 那這邊我們就先暫時不多做著墨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一下就是說 剛剛講了雷達要幹嘛 雷達要可以揭開戰爭迷霧 那雷達又從軍事用途開始 然後他可以去做什麼樣的軍事用途 那我們現在就來問說 那什麼是雷達呢 什麼是雷達呢 那這邊我刻意從Wikipedia上面去截圖 這個所謂的什麼是雷達的介紹 那大家可以不需要看上半部這些小字的部分 那我這個截圖主要是為了讓大家知道說 這是從Wikipedia來的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下面我整理出來 這個比較標示出來比較大的這些字 來告訴大家雷達是什麼 那這些資料主要是從Wikipedia來的 那我們就來 就一起來看一次這樣子 好那第一個就是說我們來講說雷達 雷達它是什麼 雷達它其實是一個縮寫 只是現在我們都覺得說它是一個 它現在就是一個合法的一個單字 但是它其實它怎麼來的 它是從這個Radio Detection and Regions來的 它是從這幾個字的 這個每個單字的第一個字母 所組合起來的這個字 讓我們知道說 現在有一個詞叫做雷達 其實它的原名 它原本是叫做Radio Detection and Regions 那你可以從這個字眼看到什麼 它是Radio 它是無線電的意思 那無線電 然後第二個字是什麼 它是Detection 就是它要去做一些偵測 然後第三個字是什麼 And 我們就不講 第三個字是Rengine Rengine就是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在乎它 在乎距離 你在乎距離你多遠 所以呢這個字是什麼 就是無線電的偵測 還有就是你要去測距 所以這是雷達一開始的字眼 然後就成為這個雷達的這個單字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說 怎麼對雷達做這個定義 第一個我們知道說雷達它其實 它是從Radio Detection and Regions 這樣子的這個句子 所所寫下來的單字叫做雷達 那我們來看看Wikipedia怎麼介紹這個所謂的雷達 它是一個 Detection System 它是一個做偵測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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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怎麼做偵測呢 它關鍵就是用這種無線電的電波 Radio Web去做偵測 那它可以幹嘛 它可以去決定 決定目標物的一些什麼資訊呢 它可以去決定這個目標物的Distance 也就是它的Rengine 就是它距離你的多遠 然後以及它的來向角 以及它的速度 那當然就是說 最一開始的雷達 可能包括像是 一開始我們現在民生用 最常用的這個所謂的車用雷達 其實你就是要去測距 你會去測說你的雷達 比如說你自己車子上面的雷達 跟前方的車子 你可以去測距 測距這個應該是大家都很知道 包括我剛剛開車開在學校裡面 我剛剛因為那個測船波蘭會 然後塞得亂七八糟 然後我就想說我快要遲到了 開得很急 然後我就看到路邊又寫說什麼 不定時有雷達測速 又寫二十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連校園所標示的這個雷達 它都是可以測測速的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不知道有沒有被照相 我也不知道 對 因為我剛剛開滿快的 可是我想到校園裡面不能開太快 繞了一大圈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雷達 所以剛剛你從字面上 你看到說雷達可以測距 那當然就是說你有距離 其實你會知道電磁波傳遞 你假設電磁波傳遞的 在空氣中傳遞的速度 是就跟光速一樣 那你當然是可以測速 其實你有距離 你就可以測速 那還有一個比較重要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angle 就是它的角度 這個其實就是跟之後 我們會講到 就是你今天有考慮face array 一個滿重要的關鍵就是說 你可以去測角度 你可以去測說你的這個 你的target距離 就是不只距離你多遠 以及它用多快的速度在進行 你也可以知道它跟你的關係 它的電磁波到你 到你接收到的來向角是多少 那你有來向角 你就會知道說這個target 是在你的左邊右邊 以及左邊右邊的幾度 或者是上面下面的幾度這樣子 所以雷達這邊大家有希望 這邊大家可以get到一個 這邊這一句就是希望大家get到 就是說雷達它其實是從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e 這樣子的表述 成為了一個新的單字來的 那雷達要幹嘛 它可以去 它是用這個無線電波 去做detection 它是用detection 然後它可以去決定這個 你雷達所看到的目標物 所謂的看到就是 就是你電磁波傳出去 又反彈回來 的這個目標物 它的根力有多遠 然後它的來向角是多少 然後以及它的移動速度是多快 所以這其實是我們整個雷達系統 我們再怎麼做訊號處理 我們想要去探討的東西 就是撥外物 就是要去把這幾個 這幾個所在乎的這些物理 這些物理意義的這些參數 應該說這些物理意義的這些數值 我們要去把它做一個決定有沒有 然後並且去看可被估的準 好 那所以來看一下第二個 那其實剛剛也有講完這個主要的精神 就是說雷達呢 它其實它是用radio wave 那當然就是說你這些radio wave 你可以有不同的種的傳送方式 你可以從傳送端裡面 你可以是打所謂的打pause 或者是你是一直continuously的去 去做一個電磁波的傳送 那這個打pause跟這個continuous wave的這個 這個主要的差異呢 我們之後會講 那但是它其實不外乎就是說 你今天你做 你做一個電磁波的傳送的時候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你要算是一段一段的打這種所謂的脈衝 打pause 打脈衝這樣子去做傳送 又或者說你也不需要分段 你就是一直傳送電磁波就對了 那概念上就是說你傳送端 你雷達的transmitter 你會一直傳送電磁波 然後你這電磁波會就是從你 你所撞到的這個電磁波所撞到的這個object 這個target或object 我們通常會用target或object來做這個表示 然後這個object它會去反射電磁波 反射回到你的receiver 那你今天你receiver收到這些反射回來的電磁波 或者有時候我們簡單說 就是它收到所謂的回波之後呢 它會可以去決定說這個object 它的location location呢 location跟它的speed 那speed其實就是說 像剛剛講一樣 你可以去知道它的速度嘛 那speed它基本上是沒有 沒有沒有方向性的一個表述 那當然就其實更具體而言 我們都知道速度它是有方向性的 那第一個就是說 你看 velocity 你知道它的方向性 那speed你就知道它有多快 那location是什麼 location就是你就要知道它的距離嘛 以及它的角度 其實你知道它的距離 你知道它的角度 你就可以在xyz走這個三圍空間裡面 裡面去找到它的座標位置 然後你有xyz走 就像剛剛所講一樣 你其實還是可以轉換到球體座標上面 去做r 比如說rθ5 這樣子的座標的表示 好那最後呢 最後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這什麼是雷達呢 就是最後我們來想想看 就是說雷達雖然從1945年開始 就開始做開發了 但是其實為什麼我們到現在 2022還要去看雷達呢 我們都可以知道說 剛剛去看說 這個雷達 從第一個雷達架在岸邊 就像那些所謂的高壓電塔一樣 整個岸邊佈局起來 這其實是很大的 而且你可以想像1945年那個時候 大概也沒有多厲害的這些所謂的 數位訊號處理技術 它大概不會 就是真的你是類比的去傳送電磁波 去收電磁波 但是其實到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已經有很好的這樣子做DSP的 這樣子的IC 或者是這樣子的 甚至LPGA 去做一些這樣子的訊號處理 那以前是沒有的 那現在有這些 可以支援更厲害的 這樣所謂真的把DSP做出來 而且呢 其實包括到2022年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也可以考慮更多的這些 像是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大家在這個AI裡面的認知 就是說因為你的雷達 你的雷達當你的 你有辦法做一些 比較厲害的DSP的處理了 那今天我們也知道說我們整個 在這些科技產品上面 storage也比較足夠了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就是透過這些所收到的訊號 我們可以進一步去學習一些東西 進而幫助我們整個雷達去做決策 那這些決策當然就是說 決策 舉個例來講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很熟悉這個環境 你今天有辦法learning到說 這個環境的所謂的穩態是長什麼樣子 那如果今天你這個環境裡面出現了 比如說你出現一台戰鬥機 它就破壞了你所謂你所定義的這個 所謂的穩態或者是安全 那它就可以幫助你去做更準確的這個 所謂的威脅判斷 你就可以更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有可能會有誤報 比如說戰鬥機來 其實它根本只是民航機而已 你根本 你根本不需要在乎它是什麼 它只是你 你自己的民航機 那你如果說你今天先把民航機 就是第一個你的環境 什麼樣叫做安全 什麼樣叫做安全 你有辦法透過大量的資料去學習起來 幫助你去做一個所謂安全的定義 以及就是說你可以去學習到說 如果民航機來的話 你也是視為是安全的 那它有什麼樣的特性 你會知道說 我如果政策到這樣的特性 我會知道這就是所謂的安全 那如果有戰鬥機突然飛過來 比如說戰鬥機它的形狀怎麼不一樣 或者戰鬥機它的速度 就是不像民航機那麼穩定 你是不是就可能會幫助 會去知道說 有威脅有威脅出現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這一切 我們如果我們有更多的資料 幫助我們去做更準確的決策 我們就可以更準確的知道說 到底這個東西威脅性是不是真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在近代的這個雷達科技 是可以開始考慮的 那在以前甚至1970 1980以前 基本上是可能當時的這個所謂的 電子元件的技術 或者是這些相關的IC的這些 製程技術可能沒辦法讓當時的雷達設計者 可以做這些考慮 那我覺得雷達有個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剛好在我們現在這個2022年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來回頭來看 其實雷達的這些所謂的這些 這些偵測啊 像是剛看到這些 Distance, Angle, Blast 這些的 這些的Estimation 其實這些東西如果大家 你們有看以前的通訊系統的課本的話 你其實都會看到說像以前Hiking的書 或者是你去讀像是Adaptive Filter 也是以前那個Simon Hiking 他所寫的這些相關的原文書 他其實很多的應用場景都是雷達 然後你如果有去修 Detection and Estimation相關的課程 你也會看到說他的教科書裡面 有很多的範例 他的也是都從雷達的這個使用CAT去做討論的 包括像是那個 Detection and Estimation有兩系列的 很有名的原文書 那這兩系列很有名的原文書 你在裡面的Example裡面 大概都找到雷達相關的應用 那所以這些訊號處理的技巧 其實應該說這些理論 其實對現代而言不是很新 但是其實在以前是 以前你要怎麼把這些理論 這些分析做在實際的系統上 其實是理論雖然比較早 但是當時其實是做不到 那現在是有機會可以更扎實的 去把這些東西做出來 所以以前的那些理論也還是很重要 那現在是一個實現他們的一個好的機會 因為包括像 我們現在都可以很確定的知道說 像是Detection and Estimation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像是包括我們的手機 或者你在考慮4G、5G、6G的行動通訊 其實現在的研究所學生 比較少去對Detection and Estimation 去做一些研究 因為這些研究相對於都是蠻成熟、蠻扎實的東西 那但是其實這些東西不代表用不到 這些東西就是說 雖然像是在手機下也用得到 但是尤其在雷達系統裡面用得更多 尤其在雷達系統用得更多 所以如果這邊也剛好就鼓勵大家 如果有機會就是在學校裡面 你可以把DSP跟Detection and Estimation 可以去把它學好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 雖然研究上用不太到 但是你進到業界裡面 其實是會用得非常的深 這樣子 好 那剛好就藉由雷達的這個介紹 跟大家就是稍微提一下 就是說對於這整個雷達 從1945年到現在 我認為有什麼樣的思維 可以去做一些探討跟討論這樣子 好 那我想我們這堂課先休息在這邊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設定一下 它這個WebEx的設備不知道怎麼搞的 然後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是3點6分 那我們先預計3點20分上課 那就是 可是這個下課時間就是請大家來確定一下 就是說你今天課堂報告的這個組別 你課堂報告的組別 因為今天的休課名單應該會比較固定 然後上次有些人可能選了之後 後來又退選或改旁聽的 所以就是請大家是不是 我不知道助教等一下是不是會下來 然後請助教來跟大家確定一下 就是說你們所選的課堂報告 然後因為下禮拜就需要有第一組 跟第二組的人來報告 那當然就是說大家壓力不用太大 因為這個我們的課堂報告主要就是 你要以一個PM的角度 去報告一個雷達的產品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不會有所謂的 你要上完我們的課程內容 才有辦法去準備報告 是不會有那麼明顯的相關性的 所以請大家放心 那也可以先早點選 也可以早點解剖這樣子 好 那就先這樣子 那我們這樣課到這邊 那可能等一下請助教下來 然後來安排一下 就是大家的課堂報告 有問題都可以跟我講 我先處理一下這個設備的問題 好 謝謝 謝謝 那先放休課的 等一下那個我會 誰要是一例子 我會不會是有這一段時間